最近有一名中國男子跑到了俄羅斯旅遊 沒想到家當被蒙古族人給偷走了 導致他身上毫無分文 只好跑去中國駐諾斯科大使館求助 相信大家已經猜到結果了吧 中共大使館還是那個老樣子 擺出關我屁事啊 你一個屁屏少來煩我 你自己想辦法吧 那中國男子表示 若是大使館不願意借錢給他買機票回國 或是幫助他回國 那他旅遊簽證一旦過期 他馬上就會成為俄羅斯的非法滯留居民 會在莫斯科的街頭變成中國乞丐 波脫行企 中共大使館還是嗆 那關我屁事啊 中共啊 還有這個習近平一直說 所有中華民族協同的人到國外 都是中華民族的同胞 都是中國人 你只要講漢語 留著所謂中華民族 所有協同 你都是中國人 都是中華民族 都是我們中華人民共和國人 現在要變成 關我屁事啊 有沒有非常搞笑咧 你說即便台灣在少部分國家 才有正式的大使館又如何 可能一些太平洋島國 南美洲小國 甚至在梵蒂岡才有 真正的大使館又如何 我們在日本的 我們在美國的 在英國的辦事處 能幫我們台灣人辦的事情 還比你們正式的中共大使館 幫助中國公民來得管用 哈囉大家好我是巴掌 最近有一名中國男子跑到了俄羅斯旅遊 沒想到家當被蒙古族人給偷走了 導致他身上毫無分文 只好跑去中國駐莫斯科大使館求助 相信大家已經猜到結果了吧 因為我們節目也分享過不少中國遊客啊 或是中國人啊 中國留學生跑去求助中共大使館 中共大使館還是那個老樣子 擺出跟我批事啊 你一個屁名少來煩我 你自己想辦法吧 那中國男子表示 若是大使館不願意借錢給他買機票回國 或是幫助他回國 那他旅遊簽證一旦過期 他馬上就會成為俄羅斯的非法滯留居民 會在莫斯科的街頭變成中國乞丐 波脫行乞 中共大使館還是嗆 那關我屁事啊 中共啊 還有這個習近平一直說這個 所有中華民族協同的人到國外都是中華民族的同胞 都是中國人 你只要講漢語 有留著所謂中華民族五十六協同 你都是中國人 都是中華民族 都是我們中華人民共和國人 現在要變成關我屁事啊 跟今年九月份在蒙古發生的中國女子 求助中國駐蒙古大使館一樣 對吧 還有今年七月份 中國女子跑到這個日本 還沒有開放的海水浴場 晚上去那邊玩 結果被讓捲走 同伴啊 不僅找了日本官方 日本警方 日本救援隊 也找了駐日中國大使館求助 結果呢 只有中國大使館是不聞不問的 直到日本 救援隊啊 成功把女子在好像六十公里還是八十公里的外海 找到之後呢 中共駐日大使館才出面一起趁熱度 還發文表示啊 我們大使館是非常關心每一個海外的中國旅客跟中國留學生還有中國公民大 非常的搞笑 那這個事情呢也被這個女子跟女子的朋友們痛罵 結果女子的貼文全部被要求給刪除 我們馬上帶大家來看一下這段短新的影片吧 大家好 我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 然後來到這個俄羅斯旅行 在這個火車上遇到了這個一個蒙古族這個同胞 然後跟我一致這個叛談關係 然後半夜的話這個把我的錢給偷走了 然後他中頭下車了 我然後沒辦法回去 我求助到中國住俄羅斯莫斯國大使館 大使館的話是說這種事他不過問的 然後講這個沒有這種沒有這筆經費 但是中國每年向非洲無償人住幾千億上萬億的 一個中國公民在大使館在這個國外遇到困難 大使館的話這個不幫助 然後我說不幫助我這個如果說不能及時回去 簽證會過期 我說那可能會成為一國他家的流浪漢了 他說那是你自己的事 我說我們聊天的話這種啊 他拒絕這個幫助 之後我把這個電話錄音給錄下來了 我說既然這樣我會把這個事情啊 這個發到網上去 他說那是你的自由 好吧 我本來我很愛國 但是現在的話我想一想 國家是什麼 共產黨是什麼 在這個列寧廣場 遇到很多中國熱血青年 來到這個俄羅斯參加雇佣兵 寧可為俄羅斯打仗 很卑微暗 中國老百姓的話現在 拒絕是十四億 青中年的話這個八億多 現在是 全部八億多人 負債 教我們老百姓怎麼愛國 我回不去 我估計這個簽證國際會餘期 當我們 估計 留下來可能 恩索的 終於到 恩索的那名了 就是到時候來遇到村 如果這個錢的話 寄給我回去的話 我會還沒地方玩 我會向當地政府還 我把這個還錢 這個負存 整個的事故事 我會發到網上去 已經負射到這裡呢 也沒辦法 那我是能流浪的 流浪的恩索介统 而且我把這個視頻 放到國際網絡了 其實說難聽一點 他講到 中國每年都向非洲各國 無償捐助 好幾億幾千億 幾百億的這種資金啊 還最後 無息免還之外 還直接本金都不用還了 因為這些非洲國家 在聯合國上 在國際會議上 有一票 有一票可以支持中共 所以 有選票 重不重要 你呢 你沒有選票 在槍桿子的逼迫之下 你即便有選票 也是黨叫你去選 你選這個村委會幹部哦 你一定要選這個村長哦 雖然我們有派出兩個村長 但是一個 這都是做給這個 國際媒體看的 另外一個是大家要投的 然後呢 會分比例哦 你看80%的人投1號村長 20%的人左右投2號村長 所以我們就是要讓1號村長當選哦 大家知道嗎 你們這20%的人要投他 這80%的人要投他 知道哦 要清楚哦 所以為什麼很多這個 台灣人哦 你比較年輕的 不了解中共這樣操作 你會表面看 哎 中國也有投票 中國也有很民主啊 你多去跟那些中國反賊聊天 多去跟那些論出來哦 被中共破壞的人聊 就知道中共是怎麼玩投票操作的啊 北韓也有投票 北韓也很民主啊 是吧 你也可以這樣講是不是 然後請問一下 現在習近平人 是不是剛好在俄羅斯開會 習近平這時候在幹嘛 裝容作啞 這個時候小粉 也是會裝容作啞 他們肯定會說什麼 就是你運氣不好啊 怎麼不偷別人的錢包 就偷你的錢包 所以一定是你有問題 一定是前世的因果輪迴 你前世造孽 這輩子還債 這個時候小粉 要相信因果論 又相信這個神鬼論了 是吧 而且小粉還會說什麼呢 中共大使館在忙國家大事 你這種小破事的格局 就別來干涉咱們國家幹大事了 那我想請問一下 大使館的目的是什麼 最大的目的不就是在幫助 在地生活旅遊的本國公民 這不是他最大的目的嗎 是吧 所以不用扯什麼格局大格局小 格局大就是幫助本國國民 在他國 不就是這樣嗎 那些中國參軍的人啊 在俄羅斯也是受到很多不平等的待遇 我這幾天都分享過不同狀況的影片 對吧 他們也是不敢直接跟俄軍反應 還繼續留在那裡受苦受難 繼續偉大復興 繼續中俄友誼一家親 中國官方與媒體更是沒有報導這種誇張的事情 我2022年底啊 在大阪遺失錢包 馬上打給住大阪的台灣辦事處 他們也有主動表示問過我 有沒有錢回國 你回國還有幾天 還有沒有這個生活費 基本維持你正常這個吃喝的費用 還好我是跟我員工一起去旅行的 還有在地的中國反財朋友們 可以幫助我 所以我才無需跟這個台灣辦事處拿那些錢 返回台灣 有沒有非常搞笑咧 你說即便台灣在少部分國家才有正式的大使館又如何 可能那些太平洋島國 南美洲小國 甚至在梵蒂岗才有真正的大使館又如何 我們在日本的 我們在美國的 在英國的辦事處 能幫我們台灣人辦的事情 還比你們正式的中共大使館幫助中國公民來得管用 所以名字叫什麼又何妨呢 實際公用比你們大使館還有人用就好了 是吧 天天只會大外宣大內宣 而昨天晚上在中國的青島發生了一起 惡意報復社會的張憲宗案件 一名駕駛大卡車的司機拍片痛罵 共產黨不讓他活了 他要報復社會 他要亂S 帶大家來看一下他這段自言自語的影片 短短幾秒而已 憤心 後面我就不放了 因為後面這個 太可怕でした 相關後續大家想看 可以去推特上看 有很多影片跟圖片 總之 中共官方的通報 警方通報還有新聞媒體 全部沒有播出這段畫面 也沒有說出這名司機 肇事前說共產黨不讓他活的這些話 諸如此類的 轉述的也通通沒有 然後他的犯案動機呢 全部講的不清不楚 不明不白 當然一開始啊,這段在罵中共的影片也流傳在中國平台上 但陸續都被下架給刪除了,有沒有非常搞笑 這就是小粉紅說的,中國比台灣更有言論自由 我隨便在台灣的網路,真的隨便一翻都可以看到在罵民進黨了 今天啊,在立法院附近還有這個抗議的活動 抗議民進黨 我怎麼不見中國平台上有名字罵共產黨的 罵這個習近平的 或是抗議中共中央的世衛活動 不過最近中國有一些地區抗議浪尾樓的業主 或是抗議這個自己住所的這些業主們啊 不再舉五星紅旗或是共產黨旗維權了 而是改舉三色帆布抗議 而且是不同地區的,他們似乎有一個聯動性 我認為啊,這是非常好的改變的開始 當然是要持續下去的 起碼他們知道了,我們不會再下跪上訪了 我們不會再舉著那個血旗再繼續跟你上訪了 我們不會再用這個共產黨的旗幟 或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旗幟 然後來說我們自己愛國,我們要上訪,我們不會 我覺得這是非常好的改變的開始啊 當然,這名造勢的司機的行為我非常不認可 假如你今天真的走投五路 你必須魚死亡破哈 那你何必報復沒有權利的平民老百姓 跟你一樣沒有權利 你真的要魚死亡破 你應該去衝什麼? 中南海? 天安門? 去針對那些殘害你的政府部門 或是殘害你的官員 我都敬佩你 你雖然是被逼著反共吧 但你報復錯啦 你即便是被逼急了 你還是不敢把槍桿子指向迫害你 讓你活不下去的共產黨 那你這又算什麼呢? 而最近啊 中國知名主持人金星 被廣州大劇院給拒絕演出了 而他最近這幾天也是被曝光說什麼呢? 在今年1月13號與太原表演舞台劇 在羨慕的時候啊 衝下台 從一名中國男子手中 拿了一個彩虹席 並且展開大喊 愛就是愛 與性別無關 我支持你 小夥子 我們帶大家來看一下這段影片吧 小夥子 幸福了 我贊成你 愛就是愛 與性別無關 好 我們看完這段影片請大家記得 我們再來看一下昨天金星自己發文的解釋 金星大致上的意思是說呢 他明明就是去搶那個中國男子手上的這個彩虹旗 是為了安撫現場 以及這名男子的情緒 念完上面的標語之後 馬上丟掉旗幟 大家不要斷章取義 我自己看完他這篇的意思就是 請大家不要斷章取義 他有支持啊 什麼性別議題這種行為 支持什麼 跨性別啊 或是支持什麼同志不同志的這種東西啊 雖然他沒有明著講 但有讀過書的人都知道他在講什麼 而且我覺得這就非常諷刺 你看金星他自己就是跨性別 他也喊了 我支持你小夥子 你這句話是什麼意思嗎 沒想到他最後還是為了中共的主旋律 而否定掉自己 難怪也有台灣是這樣的網紅啊 也是在黨的威逼力量之下變成另外一個人 當然他會做出這樣的洗地言論 也是為了自己的廣州表演可以順利演出 哦 畢竟沒有人想要跟自己的錢過於不去 即便是自己心中的信仰 即便今天自己是那個跨性別 當然啦 金星聰明的地方就在於此 他這樣的行為可以包排雙面玩法 今天中共如果突然開放這樣的性別環境 跟台灣跟泰國一樣 金星可以立刻說我本身就是支持這樣的行為 因為我自己還是這樣的人呢對吧 那個1月13號的影片可以為證 但是今天中共是這樣的反制 今天中共中央帶的主旋律是抵制反制這樣的行為 不讓他上台面 那金星又可以說 我是為了維持現場秩序 安撫那個激動的男子 誰知道他會做出什麼偏激的行為 所以我才做出妥協嘛 我才說我支持你嘛 我把他的標語喊出來之後 我馬上把旗幟認了 結束這個鬧劇 這個男子就不會再說 哦繼續舉得起 然後讓大家都陷入那個情緒中 你看看 包排手法被玩得如火純青啊